你一定想不到用胡萝卜包包子出国竟然这么好吃 30年老保姆教你调馅秘方 皮软屑多,真的是太香了 准备两个胡萝卜擦成细丝 加一勺盐 用手抓匀,擦出萝卜里面的水费 胡萝卜腌好之后 再用力挤干里面的水费 大家注意了,挤出的胡萝卜汁 千万不要倒掉,留着有大作用 再放在案板上面随便给它剁上挤刀 装入碗中滴两滴香油锁住水分 搅拌均匀,放一旁备用 锅中油热,倒入香草的洋葱丁和葱花 香草调出之后,加入一小碗清水 20块老抽调色 10块生抽提味 调洗松茸鲜 接着倒入一包天会山药粉调碎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只有山药,淀粉和水 干干净净的,一点杂质都没有 烧开之后关火,扣盖焖10分钟 10分钟之后,粉条把汁水都吸收完了 这样就可以了 再和胡萝卜放入一起 加入木耳碎 炒好的鸡蛋碎 还有提前炒好的豆腐丁 调味只需要加入少许的食物盐 五香粉 少许蚝油 搅拌均匀 我们的胡萝卜粉条鸡蛋馅就调好了 色香味俱全呀 最后再按照自己喜欢的手法把它包起来 说口处一定要给它捏捞 像这样一个包子的生胚就制作完成了 所有的包子全部包好 放到温暖的地方醒发10分钟 然后再上汽计时蒸15分钟即可 我们的胡萝卜粉条鸡包子就制作完成了 真的是比买的还要好啊 我们掰开来看一下里面的蟹料 哇,看到了吗 里面的蟹料鲜香美味 包子皮吃起来松软又劲道 没有放肉 但是比肉屑的还要香 刚出锅 老公一口气都吃了三四个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皮薄鲜又多 咬上一口 真的是满口流香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就点赞收藏 做起来给家人尝尝吧 叫个一曲的记忆